我给你们打个赌 没有一个男生的梦想是买套房子 不过最近一件事情的发生 把我全盘的计划都打乱了 变瞎猜 不是有小盗仔了 大棚种的也没有那么快 让我慢慢说 还可以骗一骗玩波绿啥的 我20出头的时候 很狂 我说我这辈子都不会买房 你开发商想挣我的钱 门也没有 我就租房 哪怕我住70年酒店的钱 也没有买房那么多 那个时候的状态 但是一人吃饱全家还饿 无忧无虑的 但是前两天 咱不是说老丈人 开始浮出水面了吗 然后我心思 你得表个态吧 该属于男人的责任 你得付我 虽然说我觉得 我还是个孩子 完我就说 爹呀不听个叔叔 我说我现在格外的创业 这个钱挣的虽然不多 但是也可以付个首付了 几戏修眼前后 没有找到何戏又喜欢的房积 完我老丈人也很痛情达理 你喜欢什么房子 你跟我说 我给你开 我就是个蛋房地产 哎呀 还是开发烧转走的